至少把它寫下來 那就要把它印出來 讓台灣老百姓知道 可是你知道它印出來的流程多複雜 在這個地方採訪到的現場 寫成稿子 甚至在這邊也可以編好 可是不能在這裡印 要到日本去 總督不給你在這邊辦看護 所以他們要從基隆港 坐船到神戶港 上了神戶港 坐火車到東京 然後再轉到林神戶 找到臉附近 自己租了學生寮 在他家裡編 編我要主板印刷廠印好以後 印好以後 這個東西發給日本人看 沒有用啊 發給日本的台灣留學生 有幾個他會看一看 可是主要是要發給台灣同胞看 所以這個看護是什麼 看護要再送回來 就又走一趟 又從這家 又從東京 送火車送到神戶 神戶在等船 等船不是 就跟我們今天等公車一樣 比公車還更慢 公車至少等個15分鐘 公車就來 船不是15分鐘就來 船有時候三天以後才來 所以就等啊 等船 等船要上 船不是專為台灣人服務 船不會直開基隆 沒那麼好 船先開到上海 開到溫州 溫州沒有港 開到福州 開到廈門 然後再到來基隆 你這只是業務之一 上了基隆以後 從那個地方 可是那個地方 總督府就要檢查 檢查通過以後 才到台北 然後才批發出去 這個一條新聞 警務大樓 警察在那邊打人 日本警察在那邊打人 太過分了 整個看護上來 警務大樓已經拆掉了 警務大樓已經沒有了 這條新聞有什麼意義 沒意義啊 所以你就知道 為什麼這些人會爭取 要在台灣本地辦 本地採訪 本地編輯 本地印刷 本地發行 影響力馬上快 可是日本人就很清楚 你就是動機在這裡 我就不給你辦啊 日本人本來就不要 給台灣人辦看護啊 抵擋不住的時候 才准你辦啊 抵擋不住的時候 追逐把你推得遠 最好你能夠到蘭嶼去辦 辦給浮衛魚看 你不要上 不得已了才准你辦 然後希望周期 最好一年辦一次 不行 退到球期室半年 再不行 一計 再不行一個月 他就要一步一步退 所以這些東西 都是權力鬥爭的痕跡 你可以看喔 東京東京東京 到台北就是台灣人 終於達到目的了 可是達到目的的那個時刻 你跟他看文用語 和文漢文 那是這些年輕人 這些年輕人老實講 日文已經是他的出生 上學就學的語言了 就是像李登輝這一輩人 那個日文就是他的母語一樣 他在家裡講台灣話 到了學校講和文 漢文對他講話 那不會 不大會 可是呢 台灣民報辦的時候 你看標榜漢文 故意搞漢文 漢文對他們講是外國語言 不大會寫喔 你去看那個賴河的日記 賴河的手記 賴河怎麼樣 賴河號稱台灣現在文學之父 賴河台灣醫學校的學生 他怎麼寫他的作品 很辛苦耶 他因為以前有練過漢俗 詩俗 所以古文還不錯 他每篇文章 他先寫成日文 翻成古文 然後再翻成白話文 所以當然產量不多了 因為很辛苦